三块石头三个木块来自兰宇 看似简单的摆设 背后却蕴含了深刻的兰宇建筑和家庭文化 台东县文化处主办的兰宇艺术教育推广活动计划 推派的驻村艺术家庄凯宇 唐阳在兰宇大自然的世界当中 赋予当地素材新生命 这是在一次参观野营部落的地下屋 所感受到的灵感 因为他们野营部落地下屋 每一个地下屋都会有三块背靠石 它会朝向大海的方向 然后那分别代表爸爸妈妈跟小孩 假如家中有哪一个人可能过世了 他就把那石头拿掉 所以透过那石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家里面还有哪样的成员 所以我觉得这种用石头或物件 来代替家庭的一个东西非常的有趣 生活在纯净的兰宇 驻村艺术家庄凯宇 启发当地孩子们的创作理念 小小的生命却开凿出了 内心底层的成熟与敏锐观察力 有一个小朋友剪的东西很有趣 他剪了三块木头 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有块木头他非常的破碎 我就说为什么那块木头那么破碎 他说那代表妈妈 因为妈妈在家里都很辛苦 他觉得他辛苦到好像都像一个破碎的石头一样 有破掉的地方 蓝宇拥有纯净的自然之美 兼顾提升孩子素质 和不破坏生态之间的平衡相当重要 让蓝宇的小朋友可以重新认识 他们自己大屋子的文化跟环境的可能性 透过艺术的参与跟创作 让蓝宇的文化有一个新的面向 蓝宇驻村艺术家的创作发表 目前正在台东美术馆展出 时间至10月12号为止 民众有空时可以到现场感受蓝宇之美 东台新闻黄威台东市报道